但是呢我们这把对吧 为了就因为他们这个情况带了电行 所以我们电行也需要调整一下打法 都是相对的 但有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盘幅的加分一直被限制着呢 我说实话前两天那个维护没打掉分 我还以为加分会高呢 那昨天我一看才加22 23 韩服到了钻石都会加20 20多的 他们的加分一直是数住的 不让你高加分 上次我们搞挑战那个哈 70胜率将近 还是加的22 好像听说 只要钻石以后加分都一样 你要上分只能靠连胜 要怨了 都走于道间之上 都走于道间之上 嗯 啊 OK 三層撤 他跟他欧贏 啊?1比2吗? 真的吗? 打票证明 爆车兵回家 抓紧撤 多蓝剑不出吗?多蓝剑加强了 我的打法有点出不了 因为主播都四迪半回家 四迪半这波正好两把长剑或者居士短臂 打给他差一点钱居士短臂 电刑我是想要节奏快一点 所以我出长剑 对线可能没有别人那么强吧 因为多蓝系列加强了 他们出了我们就亏了 但是我们合成优木节奏会快得比较多 看你自身的要求 你是要节奏呢 还是说对线长度高一点 需要哪个就出哪个 需要哪个就出哪个 先速挥了 来 打不上来 对线长度高一点 接二段 什么叫节奏 这就叫节奏 永恩也算是赚了吧 吃了一波冰加个肚子 但是我们这么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把 由于他们阵容控制过多 没有带相位 没带相位就不打对线 所以我们就优先级 考虑这个游走 这也是搭配上了我们的常见出门 幽默出的快的一个 把出装路线 还差1000 卧槽这么一看确实增强了很多啊 多蓝剑的 血量110 红水晶才100 红水晶才100 100几 150 这个110的还有这么多属性 炮车兵回家 炮车兵无脑回家就完事了 他没闪的 走了 炮车兵回家一定会让你的亏损最小化 我们现在不用看小兵 我们看一下我们到了线上亏多少 我的一个想法是亏两个近战 每一波炮车兵回家亏两个近战兵是正常 我说毫无意义 只有少 才会为你 跌一下行吧 跌到我的幽默不来 就拉个刀 超大 哇操你二术鞋 这一波如果他没有二术鞋的话他闪现他也跑不了 应该会交一个损乱神 所以很多我们的打法都是要围绕这个幽默出来才可以 那我有幽默他有二术鞋我们就抵消掉了 很明显我一套消耗两套斩杀 两套竟然他就 想坏事 也不亏吗 游走于刀剑之上 不过气势打出来 他现在也不敢乱压我了 满血就在阿线 让你小子装逼 永恩好打,男刀吃他的致命之兽,第二次他可能会带虚弱 他得带虚弱,他还可以在我们面前装逼 你不来的话,只要度过六级,我们可以秒他 就这么豪狠 在他眼上放,他不一定有扫免 想要失去我这个现眼的一个,那就换一个75的一个真影 他放75还可以吃30 一个假眼创105,不亏了 别搞啊,不是眼上走过去的吗 他应该在打小龙 他应该在打小龙 没必要 真没必要 意识有点差呀,我这队友 这路是刚杀了人才升6的吗 怎么大招捏这么紧 卧槽全是我的车推信号 劝不动啊 这波我的大招跟路的大招换了 他应该是先杀了人当时的脸,不然前面就应该放了 我的大招又好的这么正好 应该赢,我来保进封 我来保进封 我来保进封 可惜 越了越了,马路不在 完了,脱节了 哎哟,一波接着一波,操了兄弟们 这不是在搞事吗 这样吧 那就不出血了 这几波节奏打得有点乱啊 乱搞 但是对面银河的也很好 打得很紧凑 我们这边,我感觉我亏了一点 这熊刚刚不是一打二吗,我们少了两截 少了两截有点夸张 他们活不长了 啊,卧槽 一隔血反杀半血 有眼的 他现在犹豫要去支援还是怎么样 我先走 直接让 我 雷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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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狠嗎 換路吧 沒地有沒有大呀 找到應該死了 下台上了吧 中台比較重 這個抉擇還是要對 不能放了下塔保中塔 不能放了中塔保下塔 中塔要沒了視野很差 這勇恩肯定要出破鏈子 不單待線一會是個問題 還真是 熊打沒TP呀 哎呀 不打字嗎 我說怎麼有點不對勁 對面兩個T我們少了個人 看到理我這波把AD殺了 他們先秒了輔助我們把AD殺了應該能贏 他應該贏 小心那邊的勇恩 勇恩這波可能在刷死甲蟲 疊個功要殺我 我這波補暈要小心 死甲蟲應該沒了 路剛往下跑了 他們兩個人可能在我附近呀 有大了可以操作 OK你也是破鏈子 那你去跟他帶 大龍呢 要不 發行的先鋒啊 宝盒 哇 卧槽 大人头 他应该会拆二塔 二塔600 他现在认为他打赢了 我们这边奈团 不会去管他 只要他去拆我这些失误了 幽默没触发 打到人会直接清理 不知道是TP的还是B的 熊这个大人头可能是俘笔 只有傻瓜才会为 女儿现身 瑞尔还能打野吗 比赛的 你们没看比赛吗 比赛全是打野 他增强了刷野速度 那你只要能刷野刷得快的话 你就能打野 对吧 刷野刷得快也不影响 你可以一直开团 大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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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打 打 打打打打打 我没打的 我没打的 nice熊,前面失败了一波,这一波成功了是吧 单代线总是个问题啊 借可亲不吃鱼,送的情书 对了,一会儿这个情书有活动 老哥续飞的解释 要送情书的也不用着急,一会儿会有活动 稍等一下 感谢老板送的50个情书 蓝刀鞋子杀手出,蓝刀鞋子杀手出,一般是一剑半 一剑的时候也可以出 只不过这把 队友的节奏有点乱,我需要去补点装备 所以我这把鞋子不出了,我直接全出伤害了 我一开始出了很多伤害装,后面我才补的这个鞋子 要根据情况来,看情况,这没有固定的 我可以跟你说6神装的一个,神装是什么,你可以在这里面选择 具体你要先出哪一个,还是要看你身上有多少钱 对面需要什么阵容,需要出什么装备 不要太死板的,太死板会被 限制住 小花粉丝吗 后离血这么狠 兄弟我来帮你 说的就是你武器 永远放弃了 不守家了我操 可心不吃鱼,速度区配到两个月骑士 拿下这一把,我们的难道 真潇洒 别担心